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四十週星期五 而今天我們會特別為了我們的Youth 和Youth Pastor來祈禱 在這段時間Pastor Caleb 和將要加入我們教木同工團隊的Pastor Jacob 他們非常努力 嘗試用不同的方式 去聯繫我們的Youth 亦都辦了很多網上的活動 無論是小組或是Game Night 求主祝福他們 求主使用他們 亦都求主祝福我們的Youth 在這段時間依然可以在主裡面繼續成長 我們一起祈禱 主恩就是天上的福我們來到你面前 我們將我們會點教會的Youth 交在主你的手中 求主你特別的祝福他們每一個 特別在這段時間 讓他們藉著網上不同的活動 亦都讓他們靈裡面 繼續在基督裡能夠成長 我們都求主你特別的次智慧 給Pastor Caleb和Pastor Jacob 讓他們在網上每一次的聚會 每一次的活動 都能夠辦得非常之意味 亦都讓他們有機會 透過他們的見證 他們的生命去影響我們的Youth 在這段居家抗疫的時間 依然在基督裡能夠繼續成長 祝福他們的靈命 亦都祝福我們教會的Youth Pastor 讓他們每一個侍奉 都經歷到你的恩典 你的能力 與他們同在 我們這樣祈禱 奉著耶穌基督名求 Amen 今天來到馬太芬的第十一章 當我讀這段經文的時候 或者這一章的經文裡面 我發覺做基督徒有時 真的非常之不容易 為什麼呢 因為在第十八節裡面 主耶穌說 約翰來到不吃不喝 就被人說他是被鬼附的 人子來到也吃也喝 就被人說他是貪吃好酒的人 是碎利是罪人的朋友 即是說吃也被人罵 不吃也被人罵 無論你做什麼都好 都肯會有人批評你 我記得有個故事是這樣說的 一個人他每一天都被受壓迫 都被受批評 無論他做什麼都有人跟他說 說他做得不妥當 做得是不好的 他到一個地步很灰心很喪智 於是他就決定要自殺 要決定去結束他的餘生 他選擇了怎樣自殺 就去到金門橋要跳下去 但他同事都說 如果去金門橋的途中 如果有一個人 是對他做出一個微笑 或者作出一個友善的神態 他就決定不會結束他的餘生 他就會改變主義 這個故事最後的結局會怎樣呢 這個故事卻是沒有結局的 這個故事卻是給我們一個很無限思想的空間 因為假如這個人在途中裏面遇到你 或者遇到我的時候 他會不會改變主義呢 這個讓我想 很多時候我們遇受批評 遇受挑戰 遇受壓迫的時候 遇受中傷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都很想在人裏面 得到安慰 得到安息 但是主耶穌基督 他不是這樣教我們 主耶穌基督在第28節裏面說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只要來到我這裏 我就得到你安息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擔子是輕散的 他心裏是柔和和謙卑的 你到主耶穌那裏 就會必向安息 這段經文給了很大的鼓勵 也給了很大的安慰 因為我們在做人裏面 或者做基督徒裏面 當我們遇受挑戰的時候 我們不去尋求人的安息 是在主裏面 才能夠得到安息 而在第12章裏面 主耶穌基督也引用了 以策去打輸的一個很出名的經文 他說什麼呢 他說 押傷的滷毀它不截斷 張殘的燈火它不吹 願主耶穌基督祝福各位